行政會議否決冬稅加價申請 運輸及房屋局說 在審視加價申請的時候 了解到新香港隧道公司的財政穩健 認為沒有足夠理據支持加價申請 政府也關注市民的負擔能力和接受程度 局方曾促請冬稅 考慮是否需要加價 以及時機是否合適 剩下5年經營權的冬稅 去年9月申請加價3成8至4成2 計劃將的士和私家車的收費 由原本的25元再加10元 其他車輛亦都分別加5至30元 冬稅申請加價被否決 可以提出要求仲裁 冬稅曾經兩次被政府否決申請加價 再提出仲裁 結果兩次政府都敗訴 冬稅成功加價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何榮生